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今 今天我們要來衝這個 回復印章喔 我們首先會到商城這邊買回復印章喔 那他這次有活動有賣這個 3000狀55格的印章包喔 那我這次不是要買這個 我要買另外一種 我要買這個哈丁的生物箱數的包印章 這個 兩天賺的這個 這個裡面有33個印章的交換書 然後還有11個哈丁的生物箱喔 那這個哈丁的生物箱 主要是目的我是要順便拿這個啦 應該有11個嘛 然後我要拿來做這個 潘朵拉的這個 潘朵拉的收藏品碎片啦 我要做這個 做一個要4個袋子嘛 那 像剛剛的數二包有11個 袋子 所以我再買一包的話 就有12包嘛 12包我可以做3個碎片 那這個碎片 就可以拿來放我這個 周極品 放我這個活動的 周極品 那我主要是要換這個 直接1加1的這個能力喔 這個的抹布 需要20個碎片喔 所以我是 如果做出來有3個嘛 那我最後還要17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直接買啊 新章包 兩天賺 喔 把它打開 還有這個33個 印章交往印證書 好 我們先來做印章拉 放這邊吧 有一個箱子喔 這次我們要做的是這個 回復印章喔 33個 我今天留8個起來好了 因為他8個可以 換成一個加3的 當作保底喔 留一個保底下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印章的部分喔 8個箱子可以做一個這個 這個 加3的 好避免喔 我25個沒有 沒有抽到加3喔 好 來 那這個箱子可以 存3的喔 所以你可以存倉庫的 別隻角色使用喔 那打開的話 就是不能存倉喔 那就把它開一開喔 25個 來 印章交往要死喔 這邊有25個 這個回復印章喔 我們 用青字塔的點法喔 這樣不能 點到加5喔 控告是加5啊 來 手都爆掉 中加一個機率是62% 對,總共有11個 25個變成7個,然後接下來還衝加2哦 加2的話是55% 剩下8個 1個增加8個 那接下來要拚加3哦,加3有40%哦 差了機率 哎 哎,1個加3 2個加3 那接下來我們就得把剩下的8張 拿出來再拚一波哦 這加1的能力是 哎,不通了,好 我們來做剩下的8個哦 活動吧 不要做錯哦 不要做到什麼霧印章 不要做到什麼霧印章 下8個 8個有3個加2 欸 有1加3 小怪我3個加3啦 那我們來聽加4喔 加4有35% 看能不能3個過1個喔 欸 再1個 過 欸 沒有喔 所以我33個拿到1個加3啦 基本上也算是1個保底啦 好 按斷上去啦 加1個減傷 然後藥水回復加8 增加8%喔 一滴 少1%喔 就是加3 低分款 好 接下來是史伊德阿丁的生物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能不能抽到一些比較特殊的東西喔 欸 一張 黃捲 增一個黃鑽 好 好 好 什麼東西 因為目前是11個袋子嘛 所以我們湊一個12個袋子 所以我們再來買一個 100 賺的 好 好 100雙 袋子而已 那現在12個袋子我們拿這個袋子來做這個印記喔 碎片啦 收集品的碎片 這也說有三個 這也說有三個 這個是整個伺服器的帳號只能做50個喔 這一波活動只能做50個 這樣我就有三個這個 蠻朵拉德碎片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介紹啊 就是強化這個回復印章喔 33個 強化到1個加3 算是非常爛啦 還不差啊 不要沒有加3就好了 好 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